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维多利亚大学主图书馆McPherson Library 位于Williams Merck Center for Learning 图书馆不仅提供近200万卷的各种文献资料 还提供各种免费讲座、辅导和服务 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在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您可以检索 使用图书馆的联系目录、summon或者mainlibrarycatlog 搜索书、西刊、数据、音像制品或电子资源等 当您搜索到所需的资料 您需要首先确定它是否在图书馆内 再记下它的提取号call number 才能在书架上找到它 如果是电子资料 您可以通过该资料记录中的网络链接weblink 直接看到内容 使用电子资源 请注意您需使用数据库来查找、期刊文章 通过find databases by subject page 您能找到和您的查询主题相关的数据库 作为维多利亚大学的师生 您可以在家里或校外任何地方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只需通过图书馆网页主页 并用您的netlink ID and password 登录 期刊和藏书是按照它们的内容分主题混合排列的 图书馆的开放书架主要在二楼和三楼 期刊一般不外界 如果您想使用字典、百科全书、书目、地图等 您可以流来一楼的reference collection and map area 您使用过的书请不要放回书架 可以留在书桌上 图书馆的借阅规定 Borrowing information page 告诉您可以借多少书并保存多久 您可以续借renew 借DVDs or CDs 去到Music and Media Hubdesk 我们能免费帮助您从其他图书馆调介本馆没有的资料 请查看Interlibrary Loans page 了解关于跨图书馆借阅的更多信息 图书馆设有大量的学习空间 图书馆还设有Group Study Room 可在网上预定 研究生可以预定Graduate Study Careers 通过查询Course Resolve Catalog 您可以按课程名或老师姓名找到该课程所用的阅读资料 使用计算机打印和复印资料 Library Helpdesk和Computer Helpdesk的工作人员会帮助您解决相关的问题 图书馆的学习中心 Learning Commons提供免费英语写作辅导和其他学习帮助 您可以在网上与辅导者约定个别的辅导时间 图书馆提供许多的研究辅助 Uvic Library Research Toolkit 向您介绍研究过程和相关的知识 查看Subject Guides来寻找和您的课题相关的主要数据库和文献 对于比较专业的问题 您可以和您所在系的Subject Librarian约时间面谈 您也可以在图书馆的网页找到写报告和论文时需要用到的引用指南和工具